我听到医院的医院离开 我认为我们应该早点到这里 所以我们不能离开 这太糟了 这似乎是比较长时间 由于生产之后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已经把11月底之前生产出 两亿份疫苗的目标 降低为6590万份 当地时间25号凌晨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 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 将从当地时间25号晚些时候 开始对伊朗第二座油浓缩工厂 进行核查 四名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 是24号下午从维也纳启程 赶赴伊朗的 将对位于库姆附近的 一座在建油浓缩工厂 进行两到三天的检查 计划测定离心机的数量 目前所能达到的生产能力 并确定它是否用于和平目的 核查人员随后 还可能安装录像和照相等设备 进行随时监控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 将于11月中旬 提交有关这座设施的报告 根据了解 当地媒体对此次核查反应低调 伊朗原子能组织主席 萨利西上个月发表声明说 伊朗已经开始建设 另一座半工业化核燃料农作工厂 这一消息立即引起了 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严重关切 认为伊朗在积极发展 用于军事目的的核计划 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 对其进行核查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巴拉迪 本月初访问伊朗 并与伊朗政府达成核查协议 伊朗议长拉里贾尼24号说 西方国家一直在有关 伊朗核问题交易上面爽八招 千方百计的想把自己的意图 强加给伊朗 拉丽贾尼说 西方国家要求伊朗 把自己的低纯度浓缩油交出来 然后再向伊朗提供纯度 为20%的浓缩油 但是我们认为 这两者之间没有什么联系 美国国务院24号发表声明说 朝核问题美国特使 美国国务院韩国科科长金城 24号在纽约会晤了到访的 朝鲜外务省美洲局局长里根 金城在会晤中重申了 美国坚持朝鲜半岛无核化 以及尽早重启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立场 据韩国媒体24号报道 金城与里根的会晤 是为美朝双边会谈打前站 美国上个月宣布 在六方会谈框架下 计划与朝鲜直接对话 并将其作为重启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一部分 24号巴基斯坦对塔利班的 清剿行动进入到第八天 当天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 阿巴斯中将宣布 巴安全部队过去24小时之内 一共击毙了21名塔利班武装分子 并且重新占领了南马西里斯坦 地区的战略重镇科特卡伊 而安全部队曾经于20号占领 科特卡伊 但不久急告失守 这地区大部分房屋被改装成了 坚固的碉堡 以抵挡外部的进攻 安全人员在该站发现了 卡里侯赛因的一个自杀室 袭击训练营 目前安全部队正在清理 设置在这地区的地雷 简易爆炸装置和陷阱 同一天 在巴西北部巴基尔部落地区 巴基斯坦塔利班的2号人物 大毛拉法基尔穆罕默德的住处 遭到疑似美军无人机发射的导弹袭击 至少25人死亡 消息人士说 法基尔穆罕默德在空袭前10分钟 离开住处侥幸逃脱 但是他的女婿和侄子 在袭击中被炸身防 虽然目前巴基斯坦军队推进的速度 已经超过了预期 但是由于定型复杂 推进速度将会逐步的放缓 目前已经有至少15万的 南瓦基斯坦居民逃离家园 随着战事的推进 巴基斯坦官方估计 这一数次还会增加20万人 巴基斯坦政府和一些援助机构 开设了救援中心 向难民提供食物和日用品 官方表示 由于事先已经准备 这次军事行动不会造成人道主义危机